2012年6月底,河北高考放榜 15岁的申乙飞第一时间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603分 一时间,这个小男孩被人们称为神童 没多久,东南大学吴建雄学院的少年班向申乙飞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2015年9月,因为成绩优秀,18岁的申乙飞被保研 如今据他保研已经过去7年了,他又在做什么呢? 本期最荣物级,就带大家走进申乙飞的成长之路 1997年,申乙飞出生于河北邯郸,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 作为家中的独子,申乙飞自由就被父母寄予厚望 所以,随着申乙飞的成长,他们也在实时制定着教育计划 两岁的时候,母亲就为申乙飞买来十字卡,教她十字 同时父亲教她认识简单的数字 在此期间,他们还教申乙飞背诵一些简单的古诗 或许是父母的家庭教育,激发了申乙飞异于常人的学习天赋 此后,她的学习速度就像做了火箭一样,蹭蹭上涨 2000年,三岁的申乙飞不仅会读2000多个汉字 还会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 与此同时,申乙飞还会背很多的古诗词 这是妥妥的神童呀 四岁的时候,申乙飞可以独立看书读报了 而她的诛心算也达到了小学生的水准 此时的申乙飞与童年孩子相比 不仅天字聪颖,就连自律性也是别的孩子无法企及的 2002年,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申乙飞的父母将儿子送进邯郸市和平小学 虽然此时的申乙飞只有5岁 但她却是班级里最瞩目的存在 无论是优异的成绩,还是她独立自主性 也是在迈入小学的那一年 申乙飞开始接触儿童版的轰漏梦 后来,仅花了一年的时间 她就将儿童版的四大名处全部读完了 而她对故事人物和细节的掌握 更是让人嘖嘖称奇 在小学期间,她的成绩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她还积极参加全国性的各类竞赛 每次的竞赛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 2008年,11岁的申乙飞考入自己心仪的初中 邯郸一中的少年部 此时的她虽然天赋异禀,但依然努力 所以,每次她的成绩依然是年纪里的第一名 虽然成绩好,但申乙飞并不自傲 因此她和班里的同学也相处得很好 这就是申乙飞的在校生活 2010年,刚刚念完初二的申乙飞 进入高中部的实验班 实验班里人才积极 可想而知,身处这样的班级,压力有多大 但申乙飞不同的是 面对压力,享受压力 并且在压力的趋势下,她变得更加努力 为此,她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作息表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晚上十一点睡觉,从不拖延 不仅如此,她还自学老师未曾讲过的新知识 所以两年下来,申乙飞已经将整个高中的课程内容学完了 因为成绩不错,班主任建议申乙飞的家长 孩子的成绩很不错 虽然才高二,但她已经具备高三升的资质了 所以我建议,她可以直接参加高考 2012年6月,15岁的申乙飞刚上完高二 就踏入了高考的考场 比起紧张,更多的却是激动 随着考试的铃声响起,申乙飞打起了卷子 正是平时的刻苦努力,让她在打卷过程中形入流水 没有出现无法应对的题目 就这样,两天过去了 高考也暂时落下了帷幕 回到家的申乙飞,面对父母的询问 她胸有成熟的点点头 2012年6月底,河北高考放宝 申乙飞第一时间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总分603分 没多久,东南大学吴建雄学院的少年班 向申乙飞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2012年9月,申乙飞在父母的陪同下 来到东南大学,报道结束 父母叮嘱好申乙飞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送走父母后 申乙飞才开始在校园四处游走 当天,她还遇到了即将同班的大学同学 得益于申乙飞的好性格 初始的第一天,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军训结束后,申乙飞就投入学习状态 刚开始的时候,她适应的还行 在英才遍地的班级里 申乙飞虽然不能名列前茅 但也处在中游片上的水平 大学第一次期末考试中 申乙飞的名次不仅没有提高 反而掉到了中下游的位置 这让从未受过挫折的她 感到无比的沮丧 但是,更让申乙飞沮丧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3年,申乙飞在大尔的一次期中考试中 基础物理和电路分析都挂科了 这意味着从小到大的优等生 竟然考试不及格 看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申乙飞有些不敢相信 她不相信自己顺风顺水的学业路 竟然遭受这样的滑铁炉 总之,各种各样的负面想法在申乙飞的脑海中飞了一遍又一遍 整整一夜她都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 申乙飞才想起父亲曾经对她说的话 遭遇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重头开始的勇气 但凡做出成绩的人 她的成功都是靠着无数的失败堆砌出来的 这一刻,申乙飞幡然醒悟 一味自责,只会加剧情绪的内耗 她并不能改变现状 想通后,申乙飞制定了一张时间表 然后就行动起来 此后,她待在宿舍的时间更短 除了上课,就是在自习室学习 而李文正图书馆四楼的二四九号 就是她经常学习的地方 早上八点过去,晚上十点回来 她把这里当成了另外一个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大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中 她爬到了班级的中上游 申乙飞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之后的学习更加努力 大三的时候 申乙飞加入张川教授的课题组 这让她的学习负担重了起来 每天除了学习专业课 还要看万文文献 但在这样的重压下 申乙飞成长得很快 因为专业的需要 申乙飞最常接触的就是钻法和代码 有时一个程序的运行需要好多天 在这些时间里需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会导致运行失败 所以每次有项目 她都会十分地专注 当然努力是有回报的 之后的考试中 申乙飞的所有课程 全部达到了90分以上 其中八门都在96分以上 成绩排名学院第一 昔日的胜利曙光 再次照到了申乙飞的身上 但相较过去那个稚嫩的她 又多了几分从容和勇敢 2015年9月 因为成绩优异 申乙飞被保送到了东大的信息工程学院 这年申乙飞18岁 申乙飞的导师很有名 是游潇胡 游潇胡29岁 成为大学教授 从事移动通信等方面的研究 并被誉为中国四级技术掌门人 跟随这样的优秀导师 申乙飞更加积极地做科研 并且在她心中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 可以为人们带来帮助 读研期间 申乙飞还加入了移动通信 国家重点实验室 着重对5G技术的研究 而申乙飞的任务 就是搭建处理器的高效极化码平台 但这样的搭建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项目刚开始的时候 为了更方便研究 她甚至住在了实验室 隔几天才会回宿舍一趟 只是为了换洗衣服 每次看着平台搭建的速度变快 她的内心就会生出成就感 也有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 可是一想到5G成果 她又立马振作精神 就这样 在申乙飞的努力下 在否定了15次的方案后 她终于找到了最佳的方案 就在16次的方案中 平台竟然在一秒的时间里 运算了20万组数据 这样的速度意味着 即使是国外 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之后 申乙飞根据自己的计划码方案 写了一篇国际会议论文 2019年3月 22岁的申乙飞 成为东大信息技术 女工程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而她的计划码方案 也被华为采用 之后 方案被写入5G行业标准 这代表着从此之后 在5G的时代 我国已经走在了最前列 如今 申乙飞已经25岁了 年轻的她 已经拥有了6篇SCI论文 三项专利发明 现在的她 也有了新的称号 5G核心技术开拓者 年轻的天才科学家 这需要再次看 尽客 中文字幕志愿 in 乌 Rickard 接触 中文字幕志愿 in 乌 Rickard